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民币的汇率又相对的比较的波动 再加上这个捷径以及减持奏增等事件呢 都为市场带来更多的一些不稳定因素的 那么A股市场的最近的一些表现相对港股而言 可以算是站得比较稳了 那么随着消息呢是陆续的一个浮出水面呢 市场的担忧情绪也是有了一个修复的一个迹象了 那么今天早盘互是有一个两市双双的高开 两市也是逐步的一个回稳 那么上升指数收盘呢就爆在了2885点 上涨了12点 那么升幅是达到0.4%的 上升指数呢目前呢就是收盘是爆在了10182点 上涨了67点 那么升幅更是达到了0.7%的 两市今天成交呢共是达到了5705亿元 那么郭老师啊相对港股而言来说的话呢 这个A股的后市的表现能不能看好一些呢 我觉得还是有波幅而没有深幅的 其实像早一个星期之前 市场不断的说啊A股有机会拉进那个MSI 结果当然是暂时不会了 可是在哪一分钟虽然说香港股市还是有一点点的往上冲 可是A股我们看到上升指数一直在2900点左右水平整顾 有一点点的往上走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突破3000点 当然更重要的是内地的投资者 大部分都觉得既然内地的经济有一段时间 是在L营之下进行一个整顾 相对来说就等于说没有将来战士来说 没有太多的政策会出台 变成大部分的投资者都采取一个观望的态度 其实来说他们也相对比较理性的 现在看起来要是短期之内有几十点的那个上升 只是一个轻轻的往上走而已 我也不觉得会有怎么样的大幅度的往上走 起码暂时来说应该不会太容易出现一个中期的上升 至于往下走的 初步来说2780点左右的水平 又见到一定的支持 更大的支持还是在2638点 总的来说还是在100点左右水平之内进行一个 反反反复复复这样子的大跌的机会 我想暂时来说应该是没有 可是你要怎么样往上走的话 说真的也很难说暂时来说应该不会出现 最低限度乌生冷地的成交还是比较低 就是股市没有太大的动力 而背后当然是投资者的信心还是暂时没有恢复过来 所以你问我A股的话 我觉得有一段时间还是整股在2800、2900的中间走来走去 多几十点其实来说也不会表示有什么大声的来临 就是稍微整股稍微往上走多一点点而已 不好意思啊 那么早段的时间因为市场上是充斥了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因此呢这个避险的情绪是蛮高涨的 因此呢就推高了这个黄金是被一个推高的 那么外围金价有一个七年升了 那么一度是创下了17个月的一个新高 那么一众的黄金相关股早前呢也是被炒起来了 那表现非常的亮丽 那么如今这个板块呢就有一个冲高回落的这样一个迹象了 那么今天盘面之上啊 黄金概念股有一个跌幅是靠前的 那么经过早前的一些炒作之后呢 目前有所回落 那么是不是一个见顶的一个讯号呢 那么持货的朋友 你又如何是建议他们去部署这个板块方面呢 首先我们要看看市场发生了什么事情 英国会不会脱欧 暂时不知道 要到下个星期四五我们才知道 当然有一部分资金是避险的 他会走到债券啊走到金是女便 可是这个动作我觉得只是最多令到那个金价稍微轻轻做好而已 因为黄金要出现一个大幅度上升 基本上有一个条件就是通胀要上升 可是现在看起来欧洲的通胀只有1%以下 美国也只有1% 内地2%多一点点 日本根本是通俗 就是说现在的那个情况 根本没有足够的条件 将那个黄金再做进一步的上升 当然跌也跌不到哪边去 因为生产黄金这个成本每一盎司就差不多一千一到一千两百块钱美金的了 等于说金价要是跌得比较多的话 我想在这个一千两百一千一百点左右水平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持的 我不觉得会跌到哪边去 可是要上升也不太容易 所以嘛像销金啊像那个紫金啊这些相关的股份 就是有一个轻轻的往上走 估计那个波幅也不会太大 再看看去年的业绩基本上还是不能配合的 像那个299的四银女 它去年的四银女就差不多有二十几倍 那销金更不用说了 所以暂时来说一点点的波幅稍微轻轻的做好是会有的 可是总的来说还是赔位不全的 因为金价暂时来说看不到有大幅度上升的条件 好了我们再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板块了 那么中国有一个第一大的一个迪士尼乐园是在前天是在上海已经开幕了 那么开业的第二天啊之前是被炒高的一众的迪士尼概念股 在昨天是跟随A股有一个显著的向下之后呢 平均是跌幅达到了1.2%的 那么今天板块呢就有所回稳了 那么一般来说呢迪士尼开幕啊 内地的相关的比如说零售啊旅游啊 还有这个酒店和餐饮类都是有望被带动的 那么对于这些板块您是怎么看的呢 那么炒作的空间还有吗 其实来说还没开张之前还有一点炒作 现在来说我觉得已经没有太多理由去炒作 当然从一个比较中长线来看基本上是有利的 最低限度那个旅游业是会有一个比较长期可以看好的那个理据 可是现在看起来短时间的刺激我觉得不会太多 最低限度像2006的股价 当然是有迪士尼的概念对不对 早前曾经一个月冲高到3块2毛 现在呢2块6毛6 根本上股价已经跌圈了一个月的低位 还是在创一个月的新低 等于说早前炒卖迪士尼的概念现在已经是过去了 有一部分追的比较高的现在就面对股价不断下行 当然短线的一定有一个指示的位置 由于股价已经跌圈了一个月的低位 恐怕往后的走势还是会比较反复 其他的包括航空股 包括中旅308 其实股价也不见得漂亮到哪边去 总的来说 迪士尼这个概念在没开战之前 还有一点点的炒着 可是现在已经开了嘛 开末了嘛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相关的概念已经不能再炒的了 反而就是要看整个大市细分好不好 大市细分好 轻轻的做好这个没问题 要是大市的细分还是不明朗的话 相关的股份还是会在进一步收压的 所以暂时来说我不建议大家冒进去 好的我们感谢郭老师做出的详经分享 那么请问您刚才所提及的股份和资产有持有吗 没有的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